那么这个工作组 还有我们知道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国家 他们政客或者一些人士吧 他们反反复复地在那里声称 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那么我就很想问他们一句 确凿的政治拿来 证据在哪里 前几天我们也都看到了 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上海办事处 已经发表了郑重的声明 中国区项目团队从2012年起 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 第二方可信度审核和第三方验证 从来没有发现一例 跟强迫劳动有关的事件 那么请问其他人是如何夺出 强迫劳动的结论呢 他们到底能不能拿出确凿的政治来呢 我知道他们说的所谓的证据 就是几个 比如说一个谎言制造者郑国恩 做的一些所谓的研究 然后有一些媒体呢 加以放大 我想这些东西实际上 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谣言流水线 或者说是一个条 智假犯假的一条龙的谎言的链条 不堪一击 事实上关于中国新疆 我们不是没有事实真相 不是没有说事实真相 而是这些人故意的选择了视而不见 或者说见而不报 所谓的棉花 郑国恩之流 以及那些提供虚假证词的 所谓的受害人 只不过是实施这个阴谋的道具而已 那么有一些媒体 我那天也讲了 在其中也发挥了 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我就注意到 包括上周五 我放了那个视频之后 很多在座的媒体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我可以点一下法新社 包括路透 还有彭博 你们都问了不少的问题 但是我跟踪了一下 你们报道了没有 你们对那么多的事实 视而不见 不报道 却去亲信郑国恩之流 还有一些媒体 或者一些所谓的 带引号的学者的观点 那你们是不是也存在着 一点选择性的报道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不是也值得大家深思 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承认当年拿出来的证据 是假的时候 他们的心中有点愧疚吗 那些失去的 几十万条人的生命 就是轻描淡写的 说那个证据是假的 就可以了吗 有没有人对他们追责 那么当时 帮着他们煽风点火 聚焦这种报道的那些媒体 进行了反思了没有 符合你们的真实客观的 宗旨吗 再来点一下 tros这么多字幕 组裁